手机最初的问题是经常自动关机 但奇怪的是 粉丝每次去售后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第二次去售后 终于等到了重启的时候 售后也只是刷了个机 草草打发了事 没用几天就再也开不了机了 于是再次去了售后 售后告知要更换手机主板 需要三千多 不再这么玩的 通过查看电流 我们发现手机的硬盘已经损坏 至于手机硬盘是怎么坏的 视频最后给大家做总结 我们开始给粉丝更换一块新的硬盘 看硬盘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机器打磨的 也有风枪加热拆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其实每一种都不靠谱 关键是要选择靠谱的维修师傅 有人说打磨比手工拆更安全 而对于手工好的师傅来说 打磨那都是留给入门级的维修师傅用的 毕竟打磨翻车的也不在少数 机器和手工你更相信谁 我们找一个原厂的硬盘装回手机主板 就这么一块小小的硬盘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副厂的吗 将硬盘焊接回手机的主板 我们装机进行测试 那手机为什么会出现硬盘损坏的情况呢 我觉得任何数码产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良率 尤其是苹果手机在这么大的市场保有量之下 即便是几万台手机中偶尔出现几台有问题的手机 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况且这颗损坏的芯片似乎也不是苹果自己生产的 如果手机在保质期内去售后白调一下 那再好不过了 但如果手机已经过保 或者是手机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一定要选择专业的维修师傅进行维修 我们下期见